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會拍一條測試一天 今天測試的是新出的粉底 是Chanel Le Beige Healthy Glow Foundation 這是他們給我試用的 但沒有要求我拍片的 純粹是我之前在Instagram有分享過我初次的用後感 很多人都問我能否拍測試一天 有興趣 所以今天會測試給大家看 首先我會看它的官網 然後分享它的賣點 首先它叫做 字很小 它是自然涼肌粉底液 它有SPF25、25度防曬和PA++ 它主要推銷是一個很貼服、透薄和自然的粉底 另外它是可以令皮膚好像在蟲裡散發出來的一種很健康的光澤 它也有說它是持久的 而且它也有說它是可以保護皮膚 以免受到外在環境的侵害 那我現在就先試上臉給大家看看 是否真的做到它所說的功能 上粉底了 我也是照常用我的Beauty Blender去上 那我只塗在右邊面 大家看到它很容易就推開了 大家看到我塗在右邊面 左邊面還未塗的 其實我覺得它的分別 不算是很大 但是看起來是很自然的 會多一點遮瑕度 但是光澤感 我覺得好像不是很多 那我想看看它的遮瑕度是怎樣 所以我就塗在一些有瑕疵的位置 那大家看到呢 其實它也會有遮瑕度 即是是建立到的 那是很視乎你自己想要什麼效果 那有時候如果想製作自然一點 那薄薄的一層都已經很足夠了 現在測試了 我看到是有一點光澤感 但是就不是說很明顯很水潤那種 感覺都很薄的 其實就不會覺得很厚的一隻粉底 就是塗上面都很舒服 那我現在就塗上另一邊面 我臉有點紅 因為我和貓睡過膠 前天 所以呢 因為它就敏感 那我真的塗了很薄的一層 這個紅印就不是太遮瑕到的 那我又再拿多一點點 看看遮不遮瑕到 不是太遮瑕了 這個紅印 要上多一點點 OK 都算是這樣 都遮瑕到遮瑕一點的了 但是乾不乾它的持久度 我們就待會一路試試去看 對了 還有我用的份量 比起我平時是少了很多的 我剛才知道 跟我平時一樣的份量在手上 但是塗完兩邊面 都還有那麼多剩 但是都已經遮瑕了 我要遮瑕的瑕疵了 好 現在時間是早上11點07分 那我化妝再回來更新 好了 那我現在就化完整個妝 那粉底其實依然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改變 暫時都沒有氧化到 都是跟剛才的顏色一樣的 也是跟剛才一樣的鼻子 也是有一點點裂紋 那主要都是一個滑的完整 我現在暫時覺得都應該會適合混合性皮膚 或者油性皮膚 乾性皮膚我覺得真的要做一個保濕的打底 可能我剛才用的primer 不是很適合 反正也是 那不如我試試這個同一系列的碎粉 這個我都買了幾年了 它會是偏向很薄 和很細膩的粉質 但是控油的效果 我們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我用了這麼多年 其實我覺得控油的效果 就不是說很好的 這支粉底其實我覺得 暫時真的不太需要上碎粉 但是都上在一邊臉給大家看一下 分別在哪裡呢 我自己就看不出了 如果你看得出就留言告訴我 但是現在是這邊臉有上碎粉 這邊臉沒有的 HELLO 我回來了 時間現在就是下午3點03分 就是過了應該剛剛好4個小時 由我剛剛上完粉底 對 上完粉底的時候4個小時 我現在照一照鏡 我覺得好像多一點光澤感 這個位置 有機會是跟我本身皮膚有關的 但是其他這些位置 我平時比較乾的位置 都是依然很MAT 都是很自然 都是很薄 但是反而這些位置 面珠燈這些位置 可能是我自己皮膚有點出油 但是又不是說很油 所以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評論 這個粉底 因為暫時不是太大分別的 我鼻子依然是有脫皮 還有有一點乾 都是剛才所說的 可能都是我皮膚的問題 遮瑕到脫皮的情況 我覺得好像有脫皮 我有這些紅印 顏色好像也深一點 這個顏色 這個時候我再補一補碎粉 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暫時 不覺得左邊和右邊有什麼太大分別 這隻粉餅 配上這個粉底液 我覺得它不太看到它的功效 它的作用 因為這個粉底本身已經很MAT 還有現在可能冬天的關係 就沒有那麼容易出油 分別 上了粉和沒上粉的分別 真的不大 可能我下次再深入一些評論 或者再試那隻粉餅 但是暫時來說就是這樣 我再過幾個小時 再回來update Hello 大家好 我回來了 時間現在是晚上的9點 總括來說是過了11點12 1 2 3 4 5 6 7 8 9 剛剛好差不多10個小時 我還沒照鏡之前 就說了說一下我現在 感覺上有什麼想分享 其實就覺得不算很大分別 感覺也不至於很想快點下妝 但沒有 還是覺得挺舒服 是有一點點 可能T字位 我這些比較容易出油的位置 好像有點滑 但未至於很油淋 很滑 很滑 這樣就沒有 可能我喝了一點點酒 對 不要穿酒架子 18歲之後才可以喝酒 但是 是有一點點滑 可能我有一點點輕輕的 還有我可能喝完酒 皮膚也有一點點敏感 我通常都是會這樣 我覺得它是真的脫了一點 始終也一定有脫的 無論左邊面 右邊面 都有脫 我覺得那個碎粉 其實也沒有很大幫助 沒有令粉底特別持久 沒有很有控油的功效 真的 我覺得左邊和右邊是沒有分別的 那你說乾紋 乾不乾 那些 比起我用過很多粉底 就是相對地有少許乾 是少許 因為它不算是很濕潤的粉底 我亦都不覺得很有光澤感 是挺自然的光澤感 但不是很特別光澤 不是很韓國的 那些Dewy Foundation 就不是的 乾紋方面 跟我剛剛上粉 那時候有提及過 我的鼻光是有少許乾紋 有少許裂開 那跟剛才是一模一樣 有些位置都是好像 開始有少許乾 有少許浮粉 但是我覺得不算很嚴重 最嚴重 我覺得是真的脫了一點 遮瑕度少一點 但是整體來說 都不差 那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有用過這支粉底 你的用後感是怎樣 或者你有興趣買這支粉底 那我是燒到你 還是燒不到你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有興趣去買這支粉底 那我今天也有一個網站 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叫做Shopman 就是中文名叫Shopping 那它的Shop就是去逛街那種Shop 店舖的Shop 評就是評價的評 其實是我其中一個視頻 和男朋友去設計的網站 和開這個網站 他們是很主動上來我的店舖 跟我聊 我是很支持他們這個網站 所以今天也想幫他們做一些宣傳 他們是沒有付錢 我幫他們宣傳 純粹是我真的覺得這個想法很好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申請一些試用產品 你們在家 就算是沒有寫blog 都可以申請試用 試用完之後 就可以打一個試用報告 分享你自己的用後感 無論你是申請試用也好 或者你是想看看 某一件產品 可能有些人的用後感 是怎樣也好 都可以做一個參考 網址我會放在這裡 和在info box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因為他們最近都推出了一些新試用 可以給大家申請 去拿回家 然後可以試用完之後 打一個試用報告 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 是費用全面的 完全不用付錢去申請試用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所得著 有得益的 今天這條片就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